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我們是種下森林故事探索 是兩天親子日營 因為夏天有很多昆蟲 希望透過昆蟲的主題 讓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可以在大自然體驗不同的東西 他們會發掘不同的昆蟲 也會認識蜜蜂居住的地方 和他們對我們和大自然的重要性 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 例如畫畫 近距離接觸一些昆蟲朋友 去認識和感受大自然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日營可以 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他們共同經歷的一個旅程 慢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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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都會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會做一個故事創作 他們就是去大自然裏 拿到不同的靈感 去畫下它 然後將這些記錄了的東西 去創作屬於他們自己的大自然故事 可以這樣養農 吃下去 楊度 小好的 香醋 很香醋 很香醋 大家會去寫餅 但是... 很多餅都有 有很多很溫馨的場面 例如他們一起去創作的時候 可能小朋友有些想法 可能家長有些想法 他們就會將他們合併在一起 很興奮 拜拜 我們一起做朋友 之後食物工說可以 所以之後他們就兩個 一起去創作這個很漂亮的快樂 肥蟲有多少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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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長後有一個小分享 原來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的小朋友是這麼勇敢的 可能他出去帶自然 可能會有些不熟悉的環境 可能見到昆蟲小朋友就很好奇 很著躍地走過去看他 或者很近距離去見他 但反而媽媽本身比較害怕 那一刻他就發現 他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發掘小朋友 欣賞小朋友的一些特質 這個我們也挺深刻的 謝謝